大家好,我是老肉 马上蛇年了,所以这期咱来说蛇 那么蛇这种动物大家都很熟,是吧 之前也有很多观众见过 不过一直没做 为什么呢 主要考虑到肯定会有很多观众会比较怕蛇 所以一直没说 那么实际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你怕蛇就对了 因为科学家们发现了 说这事儿可能是刻在人类基因族里的 什么意思呢 说世界上光毒蛇就有700多种 能一口要人命的大约有250种 然后古人类当中有些勇者不怎么怕蛇 对蛇没什么警觉性 他们留下后代的机会自然也就少了 也就是说能存活下来的基因 大部分都是怕蛇的基因 是这么回事 那么说到这儿有观众要问了 说狮子老虎这些猛兽明显比蛇更致命 是吧 怎么我看他们的画面就没有那种紧张感呢 其实也很好理解 一个是人类接触这些猛兽的机会 其实并不是很多 再一个人类手里还有武器 你就算放在狩猎采集时代 被狮子老虎咬死的那也是少数 然后毒蛇这玩意就不一样了 这些家伙无处不在的 而且喜欢躲在暗处 人类经常是被咬了中毒了才发现的 你就算有武器给它乱棍打死了 那也晚了 所以有时候才会觉得蛇比猛兽更可怕 这也很正常 不过有句话大家都听过 叫恐惧来源于未知 所以如果你知道了蛇是怎么演化出来的 知道了它们的身体结构啊 生存之道 对蛇有更多了解的话呢 可能也就没那么怕它们了 另外再一个啊 说蛇在世界文化当中的形象 其实非常多样化 并不总是可怕之一种 人家也有很多好的寓意 这方面就很适合配合蛇年来说 所以这期咱就来好好认识一下蛇 不过在此之前还是提醒一下 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的话 就点一下喜欢 点一下订阅吧 说世界上除了南极大陆之外 其他大陆都有蛇 从北边的斯堪迪纳维亚 到南边的塔斯玛尼亚 从喜马拉雅山脉海拔4900米 到海洋里的海蛇 可以说分布非常非常广泛 然后说蛇的生物学分类 属于几所动物们爬行缸 友林牧的蛇亚牧 现存大约有3900个物种 然后其中有那么几颗 比如说蓝颗还有蟒颗 虽然名字不叫什么什么蛇 但它们也都是蛇 而且刚好这两颗 还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蛇 首先论长度的话 世界上最长的蛇 是蟒颗的网门蟒 原产于南亚东南亚那片 这些家伙最长的 据说能长到9到10米左右 差不多一辆公共汽车那么长 就这么夸张 然后要论重量呢 说世界上最重的蛇 是燃科的森燃 南美大陆的狠角色 重量可以达到160到180公斤 有两个我这么重 听着都恐怖啊 是吧 那么说完了最大的 再说最小的 说加勒比海的巴巴多斯 有种小蛇 叫卡拉细芒蛇 被认为是体型最小的蛇 它属于芒蛇下目的细芒蛇客 这些小蛇有多小呢 竟然只有几厘米那么长 目前已知最大的 也只有10.4厘米而已 还没蚯蚓大呢 就很厉谱 那么其实来说 芒蛇除了体型小之外 它们的生存之道 也非常非常独特 回头会员专想 咱可以单独来一起 那么最近会员专想呢 都是正片相关的延伸内容啊 比如说酵母 紫薯 火焰墨鱼 巨型玉米 还有芒柄军 这都跟正片有关联 所以如果你看正片没看过影音的话 可以考虑加个会员了解一下 差不多也就是两瓶可乐的价钱 还是很划算的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一下吧 那么说各种蛇有大又小 相差很大 不过形状上倒是很一致 都是标志性的细长条 而且来说蛇这个身体构造 可以说特化的也是相当极端了 它相当于是个什么呢 是个极限拉长的超级胸腔 说前面一个脑袋 后面一小节尾巴 其余大部分身体都算是胸腔 所以它全身几百块椎骨上面 基本上从头到尾都有肋骨 就显得非常特别 那么身形变得这么细长 内脏自然也得跟着变 是吧 所以蛇的内脏呢 要么就变得很小 要么就变成了长条形的 比如说它们的胃啊 肝脏啊 肾脏 还有生殖器官 全都变成了又细又长的形状 那些本来左右对称的器官 到它们这都得前后排列才行 因为实在是没地方 然后它们那俩肺呢 也是有点撑不下了 所以左肺干脆就萎缩了 只生个右肺 而且右肺也变成了细长条那种的 总之就是变化非常的 所以蛇这么奇葩的体型 它到底是怎么演化来的 就很让人好奇啊 是吧 不过这事吧 一直到现在为止 都还是个未解之谜 咱接着往下说 那么蛇作为一种这么常见的动物 为什么搞不清它们的起源呢 哎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们太碎了 也就是说身上没什么大骨头 全是小碎骨 不容易保存下来完整的化石 就很不利于研究 然后再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蛇的种类和数量啊 其实是在6500万年前 恐龙灭绝之后才躲起来的 它们当年开始演化那会儿 差不多是1亿多年前 那时候数量非常少 留下来的化石就更少了 这也是个困难 那么现在能确定的是什么呢 就是蛇肯定是从某种蜥蜴演化来的 比如2013年的时候 科学家们曾经分析了 现存4000多种蛇和蜥蜴的基因数据 给它们建了家谱 结论是蛇跟巨蜥 应该有最近的公共出现 也就是科莫多巨蜥它们 跟它们是亲戚 这是目前比较明确的 不过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化过程 就有争议了 目前比较主流的推测有两种 一种叫陆生假说 一种叫水生假说 先来说陆生的 那么陆生假说最有名的化石证据 是在阿根廷发现的 大约是9000万年前的一具化石 考古学家给起了个名字 叫纳加 神话里巨蛇的名字 然后这纳加最显著的特征 是它有两条小后腿 大家都知道 现存的蛇大部分都完全没有腿 也就蟒科 燃科那些巨头们 后腿还留了点小爪子 这有交配的时候有点用 那么纳加蛇的后腿明显更大 更强壮一些 好像是退化到一半的腿 而且它其他骨骼结构 好多也处于蜥蜴和蛇的中间形态 所以推测它可能是最早演化的蛇 那么说纳加蛇的生活习性 被认为是学居生活的 这样就可以解释蛇的那些变化 首先身体变得又细又长 这个很明显 方便在地底下钻来钻去 然后眼睛上的透明眼瞼 可以防止泥土进到盐里去 另外蛇的耳孔也完全消失了 因为它们生活在地下 主要靠感受地面震动听声音 而且有耳孔很容易进土 退化掉也可以理解 所以科学家们就推测说 可能是某些蜥蜴适应了地下生活之后 逐渐演化成了蛇 这是陆生假说 好了 说完了陆生 再说水生假说 水生假说也有些有利的证据 说在越旦河西岸那边 发现了一种古蛇的化石 起名叫后蛇 大约也是九千万年前了 和那家差不多 而且它也有正在退化的后腿 然后说在九千万年前 那一片还是海洋 说明后蛇是一种水生蛇 尤其它的骨骼结构 被认为和苍龙很像 苍龙是谁呢 它们是生活在白厄纪的 一些水生的海洋蜥蜴 跟恐龙一个时代 虽然它们体型很大 能达到13到15米 但它们并不是恐龙 而是大蜥蜴 身体是细长型的 四条小短腿变成了鳍壮只 游泳方式推测跟鳗鱼 海蛇它们有点像 是这么个形态 那么既然后蛇的骨骼像苍龙 那就说明蛇有可能是在水里演化出来的 而且来说蛇那些特征 你像什么细长的体型 透明的眼瞼 还有消失的耳孔这些 你也可以理解是 它们适应水生生活发生的演化 也说得通 所以就有了这么一种水生假说 说蛇是从苍龙演化来的 听起来也蛮有道理 那么蛇的远古祖先 到底是洞里的巨蜥 还是海里的苍龙呢 这就看今后的新研究 新证据了 一句老话大家都听过 叫人心不足蛇吞象 说明蛇最标志性的技能 就是吞 它们能吞下比自己粗很多的猎物 比如说南美的森燃就特别厉害 它们最喜欢躲在水里偷袭水豚 你想水豚体重呢 经常都是三五十公斤级别的 结果呢 森燃也能直接往肚子里吞 看着都噎了 然后像是亚洲这边的 也有厉害的 比如说网文莽 它们的常规猎物也是哺乳动物 比如小鹿这种的 三十公斤左右的小鹿 它可以直接吞掉 没有任何问题 甚至据说特别大的个体 恶极了连鳄鱼都敢吞 就很厉谱 所以蛇为什么这么能吞呢 关键在于它们那张嘴 说蛇的头骨构造非常特别 它们上下合之间 多出来很多小关节 连接的很松散 不固定 这才可以把嘴 张到一个非常恐怖的角度 其他动物一般来不了这个 所以生物学家搞分类 首先看的就是头骨 头骨像不像蛇 才是第一位的 最有标志性的 比身体是不是细长型的 有没有腿这些更重要 然后再一个刚才也说了 说蛇在吞大型猎物的时候 看起来很噎的谎是吧 不会憋死吗 有这么个疑惑 尤其是吞小鹿 水吞之类的 它们经常要花上好几个小时 才能吞下去 就会给你一种感觉 好像它们真的要憋死了一样 所以蛇为什么不会憋死呢 有个小妙招 原来它们吞猎物的时候 气管可以伸到外面来 开口露在外面 吞着猎物也不耽误喘气 就很巧妙是吧 那么说世界上所有的蛇 都是肉食性的 它们吞的猎物也非常多样化 正常体型的蛇 一般会捕猎鼠类 鸟类 小蜥蜴 小青蛙之类的 然后也有专门偷蛋吃的 总之以能吞得进去为准 另外像是王蛇 还有眼镜王蛇 之所以带个王字 是因为它们喜欢捕猎其他蛇 包括很多毒蛇 它们也敢吃 而且也都是整条吞进去 看起来特别凶悍 其他蛇都怕它们 所以管它们叫王蛇 那么说蛇除了吞之外 还有个标志性的动作 就是吐蜴子 吐蜴子是干嘛呢 大家都知道 它是在闻气味 那根分叉的蛇头 就是它们的嗅觉和味觉器官 上面有很多化学受体 可以分辨气味的方向 而且因为大部分蛇 眼睛比较瞎 除了个别竖气蛇之外 视力都很一般 所以吐蜴子 就是它们最主要的信息来源 追踪猎物 识别环境这些 基本就靠吐蜴子 相当于是它们看世界的方式 不过蛇吐蜴子这个动作 在人看来就有点恐怖了 不知道大家怎么样 反正我看多了 是感觉有点深得慌 所以接下来 咱来说点听起来舒服的 那么有个事 大家可能也留意过 就是跟医疗相关的标志上面 经常会出现蛇的形象 比如说世界卫生组织 还有一些医疗机构 救护车上面 好多标志上都有蛇 所以蛇这么一种 自古以来就杀人无数的动物 怎么还跟医疗救治有关系呢 这事是从古希腊神话来的 大家看那些标志 蛇都是绕在一根手杖上 那么这根手杖 是希腊神话里的医神 阿斯科勒比尔斯的手杖 所以它才可以代表医疗 医学是这么回事 不过话说回来 为什么医神的手杖上会有蛇呢 这有两种说法 一种跟医神的经历有关系 说阿斯科勒比尔斯 是太阳神阿波罗的儿子 经常救治穷苦百姓 而且他医术非常精湛 甚至起死回生都可以 不过有一天 他遇到个很难救活的病人 正在冥思苦想怎么办呢 突然从草丛里 窜出来一条蛇 医神吓了一跳 医荒神就用手杖 去打那条蛇 结果给蛇打死了 那么这时候呢 草丛里又出来一条蛇 嘴里还闲着一些药草 然后他把药草 抹在了同伴嘴上 那条蛇竟然活过来了 医神看了之后 就很受启发 也用这些药草救活了病人 然后他觉得 这条蛇很不痛心肠 所以就把他缠在了手杖上 这就是医神蛇杖的来历 然后其实来说 蛇杖还有层意思 跟蛇的习性有关系 蛇会褪皮这事 大家都知道是吧 不过他们这个褪皮呢 有点特别 你像昆虫啊 甲壳类动物 这些也会褪皮 一般跟长身体有关系 越长越大 成不下了就会褪皮 那么蛇褪皮呢 就有点不一样 它不光是小蛇 长身体要褪皮 成年蛇不长身体了 也还要定期褪皮 可以说是活到老 退到老 所以成年蛇褪皮的目的 就很特别了 它被认为是种保健行为 因为旧皮除了磨损之外 还积累了很多病菌啊 寄生虫之类的 对健康有害的东西 褪皮就相当于 把他们全都摆脱掉了 然后换上一层光亮的新皮 就有一种去病重生的意思 所以蛇才成了医疗的象征 也有这么一层含义 我说到这儿 有个事要提一下 就是代表医疗的蛇杖 上面应该是一条蛇 两条蛇的蛇杖 就不是这个意思了 所以双蛇杖什么来头呢 它是阿波罗的弟弟 商业之神赫尔莫斯的兽杖 一般代表商业和贸易 所以也叫商神杖 而且因为荷尔莫斯还代表旅行啊 运动啊 还有通讯之类的 飞行速度非常快 所以商神杖一般都带着对翅膀 这是它和医神那根蛇杖的区别 好了 那么关于蛇的话题啊 今天先说这么多 可能有观众注意到了 就是这期啊 没怎么说有关毒蛇的事 为什么呢 因为毒蛇对于人类 甚至整个动物界来说 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这个需要单独来一起 我就再好好说道说道